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啊 有个狩猎女神 叫做Artemis 罗马的这个神话体系啊 叫她做戴安娜 她呢有一个美丽善良的随从 当然是个仙女了 叫做这个卡丽斯托 生的呢是十分的俊俏 在这个女神Artemis周围的仙女中啊 算是容貌最为动人的一个 但她呢从不以此自食 你们看我多么的美丽啊 总是呢善待每一个伙伴 让人人啊都时时感受到 她那发自内心的关怀 所有的人也都非常的喜欢她 大家嘛就是在一起 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 可好死不死啊 被这个臭不要脸的这个大猪蹄子 就是众神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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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神话体系中的 朱皮特串上 就是众神之王 为了诱拐人家这良家妇女 就伪装成 Artemis的样子 和这个卡里斯托亲戚 把对方呢骗到手 卡里斯托呢 有一点这个宇宙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她这个温柔的外表中啊 蕴含着刚毅的性格 她不像其他仙女那样 整日的在溪水边徘徊 在这个花园里面漫步 吟诗作父啊 清歌漫舞 她呢总是啊 穿着这个威武的猎装 肩背着弓弩 手持着金毛 紧随着Artemis 在这个高山逆临中 追逐野兽 猛兽呢 则为他们追赶的 战战兢兢 不管是狡猾的狐狸 还是狮子老虎的凶猛 都逃脱不了他们 矫健的身手 所以啊 他就卡里斯托呢 就成为了这个Artemis 最得力 最信任的助手 可是呢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 这个卡里斯托呢 追赶野兽 来到一片 民间的空地 他是又累 又热 便躺在这个绿阴丛中 很快的睡去 这一切就被万能的宙斯 亏道 宙斯啊 是这个最大的神 是众神之父 虽然是受人敬仰 却常常干那些啊 见不得人的勾当 常常的勾引天上的女神 凡间的美女 所以 对他来说啊 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看着这个绿阴地上 躺着的啊 美丽的卡里斯托 宙斯啊 自然不肯放过 这样的绝佳机会 他就从云间啊 飞了下来 摇身一变的 就化作了 阿尔特密斯的形象 他轻轻地啊 走进了卡里斯托 把他抱在了怀 这个时候啊 卡里斯托从这个梦中惊醒 这个看到呢 是阿尔特密斯 心里啊 有说不出的这个高兴 正要站起来 和这个阿尔特密斯啊 继续去狩猎 可是宙斯呢 就现出了原形 可怜的这个卡里斯托呢 没有一点点准备 当他要反抗的时候 却也无济于是 因为宙斯 毕竟是无所不能 卡里斯托 虽然有降龙腐虎的本领 却是逃不出啊 这个大猪蹄子的魔掌 宙斯呢 自然是得一 得手之后啊 返回了天宫 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嘛 自然不会受到什么 这个惩罚啊 或者报应 不幸就只有这个无辜的卡里斯托 他去擦干眼泪 默默的回到众人身边 内心多么大的痛苦啊 都不能说 还要在大家面前啊 强颜欢笑 可是 以前的那个卡里斯托 再也看不到了 他呢 羞愧的 低垂着头 脸上的微笑呢 也消失了 常常是这个 远离众人 默默无语的坐着 狩猎时啊 也没有了勇气和灵气 眼见的猎物啊 就从眼皮底下溜走 更糟的是什么呢 他发觉自己啊 怀孕 不管怎么遮掩 终于有一天 大家就还是都知道 这个秘 宙斯虽然拍拍屁股走了 但是卡里斯托呢 怀上了宙斯的孩子 直里是包不住火的 这事啊 就被卡里斯托的女主人 阿尔特梅斯啊 发现 神嘛 肯定是纯洁的 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虽然这个卡里斯托是有苦衷 但是呢 阿尔特梅斯啊 还是生生的把他赶出了自己的身边 无依无靠的卡里斯托啊 在密林深处 就搭了个茅草棚 安了个家 再也看不见 这个姐妹们 嬉戏的场面 再也听不到 女神的招化 不久后啊 他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给他取名叫什么 阿卡斯 这多少呢 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点点忌妒 卡里斯托是这个 因为美貌 被这个宙斯所喜爱 他被宙斯啊 生了一个男孩 这件事啊 就一传十 十传百 传到了 忌妒 多疑的 赫拉的 阿尔特里 天后赫拉呢 也是拿这个宙斯 无可奈何 毕竟宙斯是众神之王 于是赫拉 就把所有的事情 推到了这个 无辜的女人身上 宙斯自以为 这个事干的隐秘 不会有人知道 然而这个神啊 也有失算的事 当这个赫拉 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啊 他就 发誓 要好好的 惩罚一下 卡里斯托 以让世人知道他 天后的威严 所以他就化生成人 来到了卡里斯托的棲息地 有一种说法 说是 他见到卡里斯托之后啊 就破口大骂 也不理睬 卡里斯托的苦苦哀求 就一边撕扯他的绣发 一边狠狠地呢 把他摔倒在地上 醋谈子打翻了嘛 一边凶残地说 我要毁掉你的美貌 让你再也不能去迷惑男人 但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卡里斯托的悲惨命令呢 还没有结束 虽然这个 这个宙斯的这个老婆三观 极为不正 但是呢 毕竟是天后 有这种说法啊 好像是 与他的天后身份不符 另一种说法呢 好像是比较靠谱 那说是 见到卡里斯托之后啊 他也是 冷嘲热讽的在说 这个女子不就是 凭借自己的容貌吸引人吗 我要把她变成一只 丑陋的大熊 我看你以后 再怎么勾引人 所以呢 后来在卡里斯托 卡里斯托 不背的时候 就失了咒语 这个时候呢 卡里斯托的腰身 就弯了下去 可怜的姑娘 想伸出手臂 去哀求和了 可眨眼间 卡里斯托身上 就长出了黑色的 长长的毛发 双臂啊 变成了毛茸茸的 厚厚的手掌 顿时啊 也长出了圆圆的钩子 手也变成了利爪 面目呢 也变得争银 只能用 这个 脚掌 来走路 变成了这个样子 自然也就没有人 敢接近她 你想 这个白皙的双臂 长出了又粗又长的黑毛 牵牵欲指 变成了尖锐的利爪 红红的双唇 顷刻间化作雪盆大口 这个时候赫拉还不接起 她怕这个 卡里斯托啊 祷告的声音 被宙斯听到 她就剥夺了她 说话的能力 让她那原本啊 银铃般的声音啊 变成了沉闷的 吼叫 一眨眼尖 天使般的卡里斯托 永远的 化成了一只 大熊 卡里斯托的美丽啊 曾经让宙斯 如痴如醉 声音呢 也是甜美 动听 但是现在一切 都成过眼 烟云 外表的改变 却没能改变 那一颗高雅 纯洁 温柔的心 卡里斯托呢 并没有失去 她原有的气质 只是她不停的 哀嚎着自己的 红颜 搏命 我们想想啊 是不是 欲哭无泪呢 只剩下了哀求 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 是不是会咒骂 这个薄情 寡义的宙斯 曾几何时 那个豪迈的猎手 也变成了猎人 也变成了猎人 追逐的猛兽 真是 世事皆在轮回中 万物接受轮回苦 原先是猎人 现在变成了猎人追逐的猛兽 整天就在深山老林里 东躲 西藏 再也没有了往日 安宁的 这些时光 卡里斯托的内心啊 肯定也会 祈求这个宙斯来解救自己 但是又有多少个夜晚 因为不敢在这个幽暗的森林里过夜 四处游荡 有多少次猎人和猎犬的惊吓 让自己四处躲擦 生怕被捉住 卡里斯托虽然化身为熊 但他却从来不敢与熊为武 害怕野兽 也害怕贱人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一直的担惊受怕 光阴仍然 转眼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之后啊 小阿卡斯啊 就长成了年轻漂亮的一个小伙子 像他的母亲一样 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猎手 有一天呢 这个后拉就见到了阿卡斯 仇人的儿子竟然如此的英俊潇洒 恶毒的心计就涌上心头了 他就故意安排阿卡斯 在森林中遇到了自己的母亲 发现了一只大熊 阿卡斯便开始了他的追逐 看到有猎手追来呢 卡里斯托呢 就不停的跑 在跑的过程中呢 又不停的回头 回头干什么 望着这个追赶自己的小伙子 竟然 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是小阿卡斯 十五年来啊 朝思暮想的儿子 过去那个压压学语 潘山学部的婴孩 现在变成了追逐自己的猎手 他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也就停下了逃跑的脚 他就激动的跑上前去啊 想要拥抱自己的宝贝嘛 刚刚迈开步子 猎人啊 又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在这最危急的一幕啊 宙斯啊 这个大猪蹄子 终于还算是这个良心发现 在他巡行的时候啊 看到了这一幕 肯定是不能啊 或者说不忍 让儿子亲手杀害自己的母亲 所以啊 他就现身 现身之后呢 就把事情的经过啊 告诉了这位少年 但是宙斯呢 还担心自己的儿子啊 会这个闹事 就把他们都带到了天上 施了他的魔法 就把这个阿卡斯变成了一只小熊 这样一来呢 小阿卡斯啊 也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便移位在母亲的怀里 母子两个就幸福的团圆了 唉 咒斯啊 为了使这个母子二人啊 不再遭受什么这个意外啊 就把他们提升到了天界 在这个众星之中啊 给他们安排了两个算是荣耀的位置吧 就设了大雄星座和这个小雄星座 这两个星座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北天 看到的 闪耀着光辉的啊 大小型星座 我们再来看这个醋坛子好了啊 偷鸡不成啊 十八米 这下子啊 卡利斯托母子啊 变成了北天最耀眼的两个星座 可是他呢 还是气急败坏 怒从心头起啊 派了一个猎人 带着两只凶恶的猎狗 在两只熊的后面 紧追不舍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猎夫座啊 木夫座和猎犬座 有一种说法 说是赫拉在众神面前啊 一哭二闹三上吊 说是失掉了作为神仙的威严 又跑到哥哥海神伯塞洞面前啊 哭诉 要求他的哥哥 这个如何如何 海神默塞洞呢 就听了他的一面之词啊 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因此啊 我们后来看到 所有的星座都有东升西路 总有一段时间啊 沉到地平线一下 到海里去休息 只有 大小型 大小雄星 坐娘俩 被排斥在外 不过这也好 卡比斯托可以 实时的守在 阿卡斯的身边 让所有的人 看着他们母子 免得耗拉 再想出什么样的坏主意 所以我们 仰望星空啊 看着这个大小雄星座 想想背后的这些神话故事 也不禁感叹 统治阶级啊 真是任性 他们生杀欲夺 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啊 只能依赖于 他们一时的良心发现 养人鼻息 谢主龙恩 但是穿越时空 美好的事物啊 终会以各种形式 流传下来 成为永恒 成为经典 成为不朽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